政府明年元旦開放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對於畜牧業衝擊不小 畜牧大縣雲林縣就推出了雲林良品來因應 而至於彰化縣方苑鄉 中大型豬農 十多年前就開始進行本土豬的育種 建立特色品牌 把這一次的危機當作轉機 學者認為 開放美豬 如果政府以及民間沒有做好配套 可能會出現劣幣逐良幣 對於剛要起步 要建立自由品牌的中小型養助業者 是一大衝擊 走進母豬的產房 出生三年的宰豬 搶食母奶 業者得意地指出 在他的牧場 宰豬的存活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而且母子的活力十足 投入上億的資本 豬農鄭裕松在方園的牧場 以促世黑豬一號公豬 高處黑母豬 以及杜洛克公豬 進行育種和改良 默默打造台灣豬的品牌 從一開始 家人反對 育種不順 到2015年成為最年輕的神農獎得主 他知道不改變就沒有明天 周宇松飼養一萬三千多頭黑白豬 還要針對不同的市場做肉品區分 他也想自己做通路 但因為擔心風險 所以目前銷售的部分 還是先交給大企業做品牌和行銷 雲林也有大型牧場 從12年前開始落實豬汁 產銷履歷 牧場一條龍作業 產品從火鍋肉片到豬肉水餃都有 通路自己來 成功打造台灣在地豬肉品牌 他們認為 產銷履歷以及溯源落實 除了能讓消費者對台灣的品牌豬肉 更有信心 還能趁勢強化品牌黏著度 地方政府也從市場端著力 幫助強化台豬品牌 像是養豬第一大縣云林縣 推動云林良品認證標章 宣示全面把關消費端的豬肉加工品 全都要零瘦肉精 學者則是認為 畜牧業還是必須步步為營 這波美豬衝擊 台灣中小型豬農恐怕大受影響 為了台灣畜牧業的未來 也為了給消費者一個安全又合理價格的肉品 政府有責任透過政策引導 建立國家隊及健全產銷平台 政府透過這樣一個機制 讓它整個產業鏈的效能提升 毛豬產業就打整個供應鏈的團體戰 你還在打個別戰 很快大概就很辛苦了 學者建議政府如果要讓台灣的續產業更健全 應該把錢用在刀口上 讓危機變轉機 透過這一次讓產業升級 讓台灣的續物業真正走向現代化 穩健國內市場逐步走向國際 記者黃兄 王龍桃 王威雄 張豪宇林 採訪報導 記者 李宗盛